第三次华山论剑后 忽必烈继承了蒙古大汗之位 经过多年的准备 他亲自率领大军包围了襄阳城 此外他还特地请来了西域的山中老人 于百笋道人等高手 希望一举拿下襄阳城 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 此时郭靖见蒙古人来势汹汹 知道此次襄阳城危在旦夕 只得飞鸽传书给神雕大侠杨过 希望杨过可以深以援手 杨过与小龙女来到襄阳后 因为耶律奇娶了郭福后一直如此 而且又受不了郭福的大小姐脾气 加上她本就不是汉人 最终耶律奇接受了蒙古人的招安 她打开了城门导致襄阳城破 郭靖战死了 而小龙女也在山中老人于百笋道人的围攻下 身受重伤 黄荣在临死之前 要求杨过保护小龙女 郭福 成英 陆无双 等一众女圈逃出襄阳 杨过带着众女逃出襄阳后 回到了古墓之中 不久之后 小龙女便因为伤众不治而亡了 本来失去了郭靖黄荣两位亲人 杨过的心中就已经万分难过了 如今爱妻小龙女也受伤而亡 杨过更是悲痛与绝 整日郁郁寡官 而小龙女在死前将杨过托付给了郭福三女 同时她也希望杨过在她死后可以迎娶三人 为杨家传宗接代 否则自己将死不明目 杨过通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后 终于走出来了 她想起了小龙女临终之前的话 又想到了郭福三女这些天对自己的照顾 于是她便决定完成小龙女的临终一言 迎娶三女为妻 杨过与三女成亲后不久 变生了三个儿子 郭福生下一子 取名为杨顶天 杨过与郭福将九因真经 与暗然销魂掌等绝技悉数传授给她 而杨顶天也是天资聪颖 在杨过的暗然销魂掌基础上 创出了大九天守绝技 后来下山杀死了白笋道人 更是当上了名教教主 归阵天下 陆无双生下一子 取名为杨破天 杨过将与帮的打狗棒法传授给了她 后来此子当上了与帮帮主 生下了黄山女 而成英则为杨过生下了最小的儿子 此子因为年纪最小 甚得杨过喜爱 杨过希望她以后可以逍遥自在 于是为她取名为杨潇 三子之中杨潇最像杨过 风流倜傥 逆树临风 杨过与成英江古木派 与桃花岛的弹指神通等绝技 悉数传给了她 杨潇成年以后 便下山闯荡江湖 投奔自己的大哥杨顶天 于是江湖便开始了风起云涌 一天屠龙的故事从此拉开了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